四次花顆蔬菜白蘿蔔 營養豐富是不少民眾喜歡購買的食材 但日前消息會在六都济南投等地的市場 農會生鮮超市連鎖超市購買白蘿蔔 進行市售農藥殘留調查測試 此件有農藥殘留 但五件不符合規定 其中有事件是來自超市 一件是全連鎖販售的中國白蘿蔔 有不得檢出的農藥分普尼也是超標 分普尼這種農藥 對甲殼類 螞蟻 白蟻這部分的殺傷力 用在這個殺蟲期 對魚類或水中的水生的無脊椎動物部分 算是一個劇毒 那如果人類長期累積吸收 這樣的農藥部分 甘腎還有甲狀腺方面的傷害 消息會表示 從檢測的結果看來 白蘿蔔檢出農藥不符合比率為28% 仍然偏高 目前正值產劑表示 白蘿蔔的農藥殘留的狀況 依舊沒有改善 而且這回檢出不符合農藥都是 殺蟲劑 殘留農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違反死安法規定依法應 儲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還 是請租管機關應該加強它的一個抽驗查驗的一個密度 買回來就把那個頭切掉 因為大部分的農藥殘留大部分都是在那個頭的 能夠消了生意的 把第二層的那個苦味的那個皮的部分消掉 那就不會有苦味的這種狀況 針對問題白蘿蔔的商品全聯表示 已於第一時間下架 當季蔬果每天都會進行農藥快篩檢測 後續會再加強相關的作業 替消費者嚴格把關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